近日 大家的目光都在冬奥会的举办 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的风采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收到一致好评 但也有一些社会负面新闻愈演愈烈 比如洗米华案不断有人受到牵连 洗米华案是因太阳城集团前主席周超华 洗米华因涉嫌不法经营 赌博 犯罪集团等罪名被澳门警方逮捕 经过警方不断的追查 又有两人被拘捕 其中就有一位是著名女星安以轩的富豪丈夫陈容炼 下个月 安以轩和陈容炼将迎来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但陈容炼被抓后就咬无音讯 有消息传安以轩 整天以泪洗面 过年状况相当心酸 近日 台媒报道 安以轩老公陈容炼涉及多项罪名或将面临二十年有期徒刑 陈容炼因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最高会判一五年 加上赌博 洗钱 拒绝配合调查等 恕罪并罚 至少会判二零年 自陈容炼被捕后 41岁的安以轩没有露过面 据亲友透露 安以轩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容乐观 因为安以轩原本心脏有救急 不能在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 否则很容易复发 媒体关于陈容炼的消息层出不穷 安以轩看到肯定会非常痛苦 两人结婚时场面宏大 婚后也非常高调 经常同框秀恩爱 此事一出 让网友们不断直呼当初在婚礼上的誓词变成了真的 安以轩在婚礼上深情表白说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错 安以轩将扛起养家的重任 安以轩的父亲是安保公司的老板 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有黑道公主的称呼 家境非常优渥 后来走上演员之路 凭借仙剑奇侠转移的林月如一角 被观众熟知 事业发展得非常好 自驾给百身家百亿的陈荣恋就很少出来拍戏了 专心在家里做自己的富豪太太 平时晒晒豪宅 珠宝 身边的朋友也都是非富即贵 每逢生日 周年纪念等各类节日 陈荣恋都会给他送上名表 名牌等 让人非常羡慕 但仅仅五年 安以轩的豪门梦就破碎了 如果消息属实 陈荣恋面临至少20年的刑期 安以轩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善后陈荣恋经营的集团 未来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如果想重操就业 回到娱乐圈做演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娱乐圈的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 就算回去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不知到安以轩今后该何去何从 还是要早做打算 太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